這個很棒 你把錢說完之後 你的名字呢 你把名字加起來 就這樣吧 真的這些很棒 你還沒說你的名字 不用理會了 你自己猜 不是這些才是好東西 我還可以喝椰青水 大家一起聽動漫廢物 不會太壞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逢星期五晚直播的動漫廢物 究竟做獅子狗好還是做獅子王好 究竟做竹倫好還是做獅子狗好 其實都是很難去判斷的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 繼阿拉丁和這個獅子王之後 很大機會有一套迪士尼的真人電影版 是無法上到的 因為這個 真人版的花木蘭的父親 就太像習近平了 可能會因此而上不到的 但我很期待 如果接下來有一套迪士尼的電影 可以像以前迪士尼那套 太空也入津 太空也入津 由衛尼對花木蘭的父親 這樣就好看了 這樣就真的好看了 好希望接下來可以 迪士尼有這樣的想法 但你就要知道 這是一個世界市場 就不是看著中國市場的一套作品 大家好 我是曼基 阿天啊 阿施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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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嘉賓 我是阿森 大家好 我是小耀 沒錯 今天我們有這麼多人 我們添食 因為上星期我們就講了 警察的角色 今天我們就只講 警察主題的漫畫 我看到你笑 是不是有什麼想說呢 沒有 因為上星期那件事沒有發生 不是有套抄叫人隻抽的 我肯定他看到拳園阿修羅 阿鼓菇清抽 阿鼓菇清抽 他以為自己是阿鼓菇清抽 所以他為什麼不出來呢 他出來打死你 他知道 喂 他就是在參加拳園格押鬥 代表著詳實 誠哥做他的後台 說不定誠哥也是拳園會的 你怎麼知道 阿鼓菇清抽是保險界 陳健波在他那裡 神經病 陳健波是散仔 非執董來的 他不是公司的CEO 他只是資份量 就是他生下一夫 是那類的 生下一波 好 今天我們講警察主題的動漫或者特攝 我有心肝在這裡 當然會講特攝 其實當我們在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發覺 我們經常都以為 日本動漫畫有很多警察主題的動漫畫 最錯 但當我們真的穩穩的時候 其實原來不是很多 因為如果你有個比較錯的印象就是 是很多很出名的警察角色 但其實那些不是警察故事來的 警察故事找聖路 因為例如金田一劍持時很出名 但金田一其實是一個警察故事來的 警察元素就是幫助他 但Anyway我們都找到藥干的 曾經 其實你這麼說 真的說警隊運作的 真是少之有少 是很少 你看看 例如說無間雙龍 他是誰 他是報仇 他都不是說警隊怎樣運作的 但最少無間雙龍 都叫做 有一半 有一半 即他有個主角 他不是說主角是警察 但他也不關警察事的 他不是說警察 警隊裡面的東西 但整個背景的主角又是 他不是說破案 警察都是壞的 你摩警也不是說破案 在電影裡面 是 是 摩警也是說他怎樣變化 或者應該這樣說 因為當時在說警察的主題的時候 我都想不到一些動畫 但如果你要問日劇 就真的有很多 出名都有很多 日劇就多人 對 對 我剛才跟阿森在開咪之前談過 其實動漫畫是少的 我們想過其中一個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 你要給動漫畫 多數 動漫畫最大的市場 當然都是青年漫畫 少年漫畫 或者兒童漫畫 但沒什麼好寫 如果寫得很深 或者講制度 你又好像沒什麼好說 不過這個就是你即場系的作品 我不叫做不制的 是漫畫 你知道 例如主要是美劇 最受歡迎的是我三個職業 醫生 律師 警察 其實就 漫畫 醫生是很多漫畫的 律師和警察是極少的 相對不相對 你律師做男主角很難說 律師是難一點的 律師只記得遊戲 法庭劇 或者是法庭劇 法庭是難一點的 尤其是那句 你要考慮它是少年漫畫 懷疑一下 就是青年漫畫 除非你每一集都是屌尺 而且律師真的沒有什麼畫面 有遊戲很努力 將事情畫面化 和刺激化 就是直轉裁判 唯獨是這一套 像這樣 不如說一下 若干的這個 警察主題動漫 我想先說 其實我看了若干 但印象也不算很深 沒有哪一套的警察動漫 比我來說印象很深 但我就稍微說一說一套 最能夠以男主角為警察 又有口碑 以及成就 或者地位都很高的 就是上集有提過的 就是這個 謝女士角色區歸有公園前派出所 其實這一套 rather than 是警察故事 不如就是日本史 日本近代史 你想想想它 其實應該是 超和 平成 也不止 他40年 超和年代 一直到現在 他好像是兩年前 還是去年才完 他就是 隨著時代的變遷 上集有提過一下 隨著時代的變遷 他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那麼 兩張警官其實一直見證著 他包覽著 涵蓋著整個平成年代 小量 末段的超和年代 那麼他就會見證著 那些時間的演變 你想想 他70年代當然就沒有手提電話 但他到現在當然是用網絡 就是那個過程 是見證到日本不同的東西的誕生 還有呢 原來很有趣的 之前我們不是說 這個 這個中文版 或者外國版 是只有51期開始的 其實其實 台版是51期開始 是的 他就沒有頭50期的 那為什麼呢 原來其實是一個 就是 是因為 其實最初 因為在秋本志和習英社授權的時候 那個故事的風格不太穩定 還有 他最初就是一個黑警來的 兩春警官 他的性格是很暴裂的 他的毛尼拉間 是會發爛爪向人們開槍的 是的 即是會發瘋的 是一個超級暴力的警員來的 即是他真的會 拍著我 借州 即是那些來的 但是他會穿軍裝的 所以他真的 周行警務的時候 是不需要出示委任證的 是的 但我覺得那個人 拍的那張照片 斜開少許的話題 那個人的樣子 有點像鄭松泰 就是 就是那個角色而已 但是軍裝其實肩膀也有號碼 所以不需要出示委任證 即是他有些是遮蓋肩膀的號碼 是的 有些是特別混蛋 有些是用黃色反光背心遮蓋的 是的 所以不單是他的 譬如是 例子的個性 也不像是一個熟女 所以 頭的五十期 是沒有辦法出海外版 於是 盡量是形象的問題 是的 他就覺得 這些應該不是很能夠吸引到國外的讀者 所以就沒有了 所以就變成了 第五十一期開始才有 但是而且故事 現在是轉了方向 五十期我想說我都出十年有很多 是啊 但是那時候你想想 他也是很早的年代 他是1976年開始 還有時間讓他慢慢煮 還有時間轉 他到了五十期之後 他出的書 即是那個故事 就開始向笑話的風格 開始賣盡了 那時候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市場沒有那麼 包容力強很多的 你想想一下 一般社聯針都可以 由北斗之拳 到IQ博士 這麼大範圍的作品 還有沒有剪得那麼 就是資源沒有那麼緊絕 人中之龍不是說警察 他有警察而已 有警察而已 對 人中之龍是有警察而已 所以你看到的 還有後期都已經多了 是時事項的故事 是比較多的 所以 其實 我們聽說力圖 是爽舊的推我看 龜幼公園前派出所的 但是 一看到他這麼浩瀚的 有沒有誠意 你拿一套書上來 他自己都沒有 那沒什麼誠意 所以我就不看 只能夠隔不中看 只有隔不中看 做人應該有最大的誠意 對 表示最大的誠意去做事 不能夠得到港節 譬如 他會見到的是什麼呢 譬如 轉彈 網 剛才說的網絡 手提電話遊戲 戀愛遊戲 眾藝節目 等等等等 都會隨著的時代趨勢 就會顯示出來 所以 所以 龜幼公園前派出所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是一本近代史 但兩瓶沒有帶過 是啊 兩瓶的樣子從來都沒有 而他最 我覺得畫風有色色變 但是 我覺得他的年齡沒有改變 畫風 當然你說他完全沒有變 是不可能 但我覺得他偏向穩定那一隻 很認真地說 近代的漫畫家 由不成熟到成熟 那個變化很大 譬如 我自己最熟 近代的漫畫家 當然是美田明一郎 你看他第一期 跟現在的畫家 完全不一樣 Slamdown Slamdown 的變化也很大 但是 早前的那些 我覺得他的變化 龍珠就像換轉的畫風 但他之前都OK的 畫功就 譬如 IQ博士到龍珠設的畫風 已經很不一樣 龍珠初頭是圓潤一點 那些人都順利 所以 但是 秋本字的畫風 比較穩定一些 而 兩瓶景觀的特徵 當然是他的那一堂M字眉 曾經被很多人玩過 還有 在他二百期定 五十周年紀念的時候 過一回的 蝦聯珠 好像每個人都會向他致敬 最少有一格 會將角色的眉 即是他的M字眉 是在一些角色 或者畫面裡面有出現過 銀魂好像是玩足一話 每個人的眉 都是變成兩瓶眉 不特別長淡 如果 竟然我們沒有話說 要找到歸有公園前派出所 才再跟大家講 這樣的卷數 你起碼分四五集去講 這樣的卷數 只看四五個星期 每十話 每十話 好 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我突然想起一套 之前我們沒有講的 我講古裝系 四大明報 四大明報 偉猜 好像有講 有牙差 因為你們還說是因為明報 你想說冷血嗎 我想說 馬國明 我聽了一點 我小時候看過 我是很討厭 因為我自己不堪入目 大家都想起 因為他那些東西是 他模仿古龍 有些懶古龍 但他經常玩食字 還玩得很壞 小說系 有小說系 有小說系 例如有本小說是說什麼 故意每回的標題是用機字來做 機頭 機身 機頭四 你一本部合小說有機頭 有機身 有機中間 他覺得自由打 那些都很笨 無論如何 如果你問我接觸四大明報 當然是因為廣漫的 比較多的 例如《溫想國合傳》 或者是那時候 劍橋 劍橋的四大明報 好實在四大明報 到後期已經變了一本劍漫 早期還可以 但都是那種很故隆懸虛的無帶小說 其實他們有沒有查案呢 都有的 不用震音的 其實初期 如果你說小說初期 就以查案為主 但不是很多本之後 已經是開始 打多個 小說就不至於劍打 這個是漫畫的問題 漫畫後面 也不是他們四個打 是那些什麼 堂妹 那些人打 那些 不記得什麼名字 四個都不入流 在人面前都打不到 主角是這樣 相對我會比較喜歡 是阿追明 初期比較小 小小似步快 小小 那你輔助探長 就是冷血 還是武情 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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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情是用劍的 冷血是四師弟 諸葛先生就是林志榮的位 誰是林志榮 林志榮 你從情報講錯到現在 沒有人知道是誰 原作級主席 那個林志榮 諸葛先生就是林志榮 不是 諸葛應該是李家超 武安局局長 他是神盾局長 他不是直屬陸線門 他不是真的 那四個是徒弟 他不是下屬 地位超然 對 他是李家超 正確來說 他是下屬 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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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諸葛先生很高 是很高 因為他經常見皇帝 因為 你怎麼能夠直接類比到 大哥你是不是瘋狂的 我對這套最大的印象就是 那些人幫無情改一個花名 叫什麼 太空坦克 不是真的很好笑 他後來那些名氣出 太空坦克 因為他那張林志 什麼東西都可以射出來 他射出來的東西 是比他那張林志的面積大 可能原本是納米化了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看漏 小說的名氣是藏在身上 漫畫改了耳雲座 裡面有很多機關 還有可以噴射飛天 其實我印象中小說是沒有的 其實對於四大明報 我只有無線那套電視劇 林峰 也是太空坦克 我不會看無線 馬國明 林峰 然後 武王中澤 林健鋒 林健鋒 陳健鋒 是陳健鋒 是經文聯 坐輪椅 還有不唱K 不唱K 是啊 那時候當年力碰 剛剛力碰小新來的 那套都OK的 那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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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年四大明報 小年四大明報 挺好看的 你是兒子 陳健鋒 你還要看兒子 那時候有2030度 你那時候用來看兒子是挺開心的 340歲是少年不是一個問題 最重要的要記得 如果你說一下 阿士其實那時候也拍過一套 四大明報 那些角色都是三四十歲 但是他們都是中年四大明報 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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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拍戲有沒有說不行的 你張拍子 二十幾三十 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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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百祥也叫做過四大年 小年 小年 神經病 他只是做過少年足之山 哈哈哈哈 不是 他做過成年足之山 不過之後少年唐八虎 他照做少年足之山 然後到再十年之後 2018年 他再有一套少年唐八虎 四大明 2019 四大明 哈哈哈哈 四大才子 四大才子 又是少年足之山 二三十年後 他繼續做了兩次少年足之山 那些是深入民生 回春 那秦皇也一直做情咬金 是 和老幻童 OK 講完 好了 阿芯 阿芯說 我想要你那個 標誌 我們有的了 你現在講特事 你現在講特事嗎 總之說動物警察 你先講機動警察 機動警察 和波多雷巴 各機動警察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 阿芯手 其中一套很出名的作品 其實不是阿芯手 也說阿芯手 阿芯手是劇場版的監製 是監製 他的原作者應該是結成正美 結成正美 是阿叔來的 跟車廳正美一樣 叫正美 但是是阿叔來的 真的欺騙了很多人 對阿 不要以為正美 聽名字 這套 我想這套 尤其是香港的觀眾 特別會有印象 他的主題曲 那首主題曲 那首主題曲有趣的 但是 因為他以前在無線有播 閃電傳真機年代 還是430穿梭機的年代 閃電傳真機 傳真機 所以如果是我們這個年代長大的人 很大機會是有看過 可能他經常都會追 放學回家就會追 是 其實他說 他裡面那隊人 突車二貨 我覺得 叫做 如果寫警察來說 他們都難得地 寫一隊警隊的日常生活 這樣 他們有個 有句很出名的說話 突車二貨所過之處 寸草不生 他們去到哪裡都搞破壞 但是呢 他們又不是黑警來的 只不過是 追捕的時候就不計較性 就亂來的 這套 這套 雖然可能將來會開 劇場版 我們說了很久 開了幾年 劇場版是挺有趣 首先 壓井獸轉了風格去做到劇場版 劇場版是第一套 廢氣品十三號 是突然變成第二套作品 以色流 那套突然轉通 然後呢 我有一套看過的 其實他已經叫м awayy fologie13號 那套不 廢氣品十三號 那個就很有趣 他有趣在什麼呢 他轉了主角 他轉了視點去講的事情 因為本來原則個故事是 你講過公安二科 突車二科 突車二科去查一件事情 然後就自 really 跟住在關關的怪物打來電臨 這樣主視點就是在 在突車二科那裏 劇場版被你inn 被 durant普通刑警 還是民造家學院那裏 真是普通人 從後親看看發生什麼事 之後就說 fragr planners 發現是一隻怪物來的 然後才整隊特車二科衝出來收拾怪物 那部機龍機一出來 三分鐘左右他就打那隻東西 體驗力沉船也是幾分鐘 就算是野鳴出來也很短時間 是頗有趣的 看一兩個時候他用了另一個視點去拍那套東西 補充一下有聽眾補充了我們的內容 大王和Terry說其實原作是五人小組 所以這是一個項目 阿井守和建成正美都是其中之一 一間上海亭炒了整隊特車二科 很有經典 因為他們專門做狠狗的東西 而且整個城市都知道他們是狠狗的 我們現在整個城市都知道警察部是狠狗 有的是員佐級的議會 所以高層就很認真特車二科 因為搞到警察型部很認真 還要發封信過來要求我們 我懂得看那些英文你放心 我們差不多 要求我們主席不知道怎樣 我怕人不懂得看 我跟他程度應該差不多 還有一段時間他很強調他們警察的身份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打英投士那段時間 英投士只是黑色那部機 因為那部是軍用機器人 你會看到一種戰鬥力的分別 反而你會覺得這班真的是一班警察 是沒得打的 因為你知道你以前的機器人 你出了你不是Laser砲就迫擊砲 他們真的拿一支左倫出來的 左倫都不一定整天掛 通訊掛警棍而已 是啊 嘩 那這班黑警員很討厭啊 很討厭啊 你神經病啊 喂 那部是普通的民用工業機 你幹嘛拔槍啊 你神經病啊 民用工業機都不拔槍 仆街 拿傘都拔槍啊 是啊 那我覺得這班警察真的不專業 哦 是啊 訓練不足 是啊 訓練不足 而且他雖然說話很多 譬如剛才說上海亭 因為他們的分寶很偏僻的 他附近只有一間中華料理餐廳可以叫外賣 那那間餐廳就煮的不好 結果呢 一餐外賣就炒起了整個凸車椅 我全都在場位 接著又是被人賣上頭條 又搞那個警隊很沒面子 他這宅很冷的經典 即是這班都是一班傻警來的 是啊 但是 同時就 其實有些政治意味 就是因為他們形象這麼低下 所以高層甚至政府經常用他們去掃蘇州市 是啊 其實某程度上是一班可憐的人來的 不如有一次就說 軍隊有一部軍用的無人機暴走 要找人清 拯他們去死 那就做了這些事情 還有 還有呢 其實他們都很少我們有 譬如他們那個隊長厚騰 就是一個好像西洋高人一樣 他人脈很廣 但是他的地位不高 但是如果他要做事的時候 他可以動用他的人脈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他不是一個亂來的人 譬如他曾經有一次 他來查英投資的事的時候 查到說有一個販賣小朋友的組織 但是那時候 女主角阿野明他知道這件事 甚至乎他認得其中 那個檔案裡面其中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年輕人他是認得的 他見過他的 所以他很想找他出來 但是找也找不到 那麼後藤叫他不要亂來 那麼跟他說了一大堆東西 就說 他說了警隊 其實警隊這個定位在社會上應該是怎樣的 他說得很好的 警隊其實是敢侮辱 是有事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發揮作用的 我們是不應該也不可以去預防罪案的 因為如果你預防罪案是怎樣的 社會信用系統 還不是Psycho Path 又說 喂 年輕人你拆拆我背包 你幹嘛有敲喘藥腳是不是下毒 你幹嘛有水 是不是想襲擊警察 我不是 誰知道你口渴而已 你把人家都拆掉 那你怎麼說錯 我要打拆他 這樣不是警察應該要做的事 那些是 吃了噩摩果實的人才會 吃了噩摩果實的人是怕跌落海 都會喝水的 偽進果實 你不懂游泳 你不懂計算 然後他的比喻就是 你不懂計算 用那些什麼 偽進計算 偽進制 他說你這樣去預防罪案 其實等於一個身體很好的人 突然間側他吃感冒藥一樣是沒用的 甚至乎有害的 有害的會 所以就是 他說警察其實 為什麼警察永遠會覺得是 警察總會慢一步 因為我們不是要預防 我們是要制止 減少那件事的犧牲 這個就是警察 這個就好像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說過 MARFEL的內戰2 CAPTAIN MARFEL對Ironman 一個就是要改變 將未發生的事情改變 就是Carol Tony Stark 就是認為 發生了你再去解決 在這一套作品裡面的 那個意識就是 Tony Stark的那一邊 即是Tom Cruz 和未來報告 有一點像 所以你會看到 警察 在這個project裡面 就是這樣理解的 其實結成績尾 也有另外一套是說警察的 就是叫做鐵碗巴迪 或者我們叫做鐵碗旅行景 就是在中文版裡面 你就會看到的 就是鐵碗旅行景 現在出了一個新的一輯 叫做鐵碗旅行景 Evolution 好像叫做 正在出現的 你在布坦或書屋會看到的 其實很搞笑的 它是一些輕鬆的單元 當然它中間也涉及很多 那些叫做什麼 就是緝拿的東西 但是它是有些超科學的 因為它是有些太空宇宙的東西 最搞笑的就是 第一回 第一頁 就是我們的男主角 千川公 然後呢 就被女主角 槍殺了 死了 然後呢 我們的男主角就這樣死了 就是第一頁的故事 但是其實就是因為 就是鐵碗旅行景 巴迪錯手殺了他 所以 他為了要補償 所以他就把他的靈魂 灌注了進去千川公身上面 所以這個男主角同時間也是女主角 看看哪一個會騷醒 就做些什麼 但是那個感覺就是 有一點像 傑恩美臣 跟色情那邊沒有什麼關係 而是 廢男對強勢女 那這個就是鐵碗旅行景的一個基本設定 都是輕鬆的 就是輕鬆搞笑的東西 如果有看結成正美的東西你都知道 譬如什麼 究極 超人 你大約知道他的路線是怎樣 有時有些點子很瘋狂很過癮 那就是鐵碗旅行景 另外補充一下 說回機動警察 因為我不說大王可能會說我 其實其中也有一個亂狗來的角色 就是泰田 泰田就是整個人炮唱的警察 2號機 1號是全紀明 他經常喜歡亂拔槍 周圍射 他好像是第一話打爆了英格蘭的眼睛 所以英格蘭1號和2號的分別 就是有一個是戴眼罩的 因為爆了眼罩 爆了對眼睛 之後的分別就看到 大家一眼就看到兩部機的分別 是的 還有那群人平時會在局面做什麼呢 就是開寶英格蘭出來玩轉槍 然後整支槍飛出來差點壓死人 就是那群人 就是那些暗狗 所以他們不是很完美的警察 但是他們很盡心地盡守會人 因為完美的警察是10號的 怎麼說呢 完美的警察你寫不到的 因為完美的警察就是一部機器 因為警察這種職位 或者這種崗位 就是如果你一有少少私人感情 你就會做錯了一些 你就會做錯的 你就會做錯的 你覺得還有一個完美的警察 或者特警判官 美是最初美 就是斯特林 監吾頓 特警判官 他簡直是法官 他是警察加法官 那次訂屋有罪 因為他抄到現場 他立刻判了 是不是你要做什麼 多數都是死刑 多數都是死刑 因為你坐牢拿他回去煩 我覺得得起副故事 有點過癮 應該修正一點 就是他們會犯錯 但是他們確保一定會有人罰 一定要背鑊 背完鑊之後 麻煩你改好他 就是這樣 就是一班這樣的警察 不如先休息一會 好嗎 第一次 稍後回來 剛才有提過 警察應該是解決於已然之後 而不是防範於未然 回到來就講一套近年來以 防範於未然作為主題的作品 沒錯 就是剛剛康星說的Sachopasa 稍後回來再講 所以我要再看